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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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轻看着晚霞 还不情愿回家 靠在桃树下 你说我想的话 可那爱情的密码 就是你疼我吗 真正的表达 开心的像傻瓜 其实爱情的密码 就是我爱你啊 不是啊 你去哪 你这这么这么整不是个事啊 咱这是饭店的 咱这是饭店的 不是夜店的 再说你这 即便是夜店的话 你这曲儿放得也不对 太沉了 那夜店的曲儿呢 都是咕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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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那个 小马不去京城了 决定留在咱们店里 这都是为了我 你理解一下 啥玩意儿为了你 人家小马那是大爱 那是爱我们这个团队 爱我们这个大家 这跟你有啥鬼 行行 爱大家 那咱们是不是应该 就是 让他完成自己的理想 对不对 那没毛病 哎呀 从这人的时候啊 就让他唱一唱 也别让他放弃自己的理想 咱们啊 多支持他 好 是该多支持 但是咱们该干的事 也很多哦 你注尔易哦 好 鼓掌到鼓腰子上了 哎呀 好 唱得太好了 你简直就是那个那个那个 小小甜甜不来葫芦 老板 你说的是糖葫芦吧 鬼吧去 好嘞 好嘞 你说我想多话 可能爱情的密码 就是你疼我吗 真正的表达 开心的像傻瓜 其实爱情的密码 就是我爱你啊 你疼我 想更好 deepen 把她的拥抱 祝你的歌曲唱得越来越好 金哥哥 走了 妹妹 你怎么来了 让我看看你 你怎么在这儿 真是越长越好看了 让我好忘了 这一盒感觉 程晓晶啊 这是 是 有点礼貌 别用鼻孔看了 没事 义群 再用鼻孔看她 服了吧 你是谁呀 对我的员工动手动脚 你给小飞了吗 就算你给小飞了 你听过我的同意了吗 鼻孔当死你 程伯伯 爷爷来了 爹 他们两个青梅竹马 一起长大 久别重逢 抱抱又能如何 你又是谁呀 挺大个肚子 我告诉你这是我的店 我是老板 我说了算 还有你啊 再跟我的服务员动手动脚 打你戏 你 枪 枪 枪啊 枪 你刚才是刚才说错话的 你以为我老几天人不对 啊 哎呀 可能是我多心了是不是 嗯 刚才他们俩怎么称呼 哥哥妹妹嘛 对对对 哥哥妹妹 兄妹之间见面了 倒一下很正常 我觉得特别的正常啊你 嗯 嗯 三军 在下看啊 应该就是这个地方 大帅 这地理位置啊 跟野大他们说的一模一样 所以 我敢肯定 这儿 就是您要找的地方 嗯 哎 这个 我私下打听过 曾经这儿 是俄罗斯大马戏团表演的地方 后来呀 改成了戏楼 这最近 才改成了饭店 不过 也没发现什么特别的地方 这儿 野大爷二那几个货说这里闹鬼 而且你看 如此萧条的街 只有这家店开着 偷宝和的人 进了凤田便失去了踪迹 我想他们应该还没有逃出凤田吧 但是 您意思是 店里头那几个人 跟宝和有关系吗 有可能 我查过了呀 店里没几个人 不如 我们直接把他们给 那是凤田 不是我们的地盘 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动武 一旦惹怒了东北的大帅 有我们好受的 那我们 我让你找的人 找着了吗 找到了 不错 看起来一模一样 骗过马葫芦不成问题 从现在开始 你就是我的儿子 名叫张晶 这这这笑的可不敢 笑的不敢 这这这 让你演场戏而已 如果当年炮火之中 我不贪图攻下城池 分兵去救他们母子 也不至于 不说了 你这次跟我去 就是谈情说案 不得了 张伯伯 您怎么了 没什么 这位老板怎么称呼 免贵训朱 朱老板 我要买一下你这家店 价钱你开 来 刚才说什么 买电 少废话 我给你两千 怎样 我眼睛一片白 我脑瓜布 我问一下 你刚才说的是真的吗 你考虑一下 明天给我答复 来 露露妹妹 我有话跟你说 金克哥 你眼睛不舒服吗 你这酒特别好喝 我都喝了 来 那就再给你倒点呗 露露妹妹 你是不是也好想好想我 没错 我也好想好想你 我就好想好想 这样握着你的手 一直 张伯伯啊 你为什么一定要买下这个店呀 你们这次来奉天就不打算走了吗 我们这次来奉天哪 其实是为了露露 嗯 这家店开多久了 我没开多久 我都是元老级人物了 你们不许告密啊 不许逼我回家 我怎么会逼你回家呢 老板对你好吗 挺好的啊 老板是哪里人啊 嗯 好像是从满洲里逃难过来的吧 那厨子呢 酒宝呢 门口站的是门铜还是双发装呢 张伯伯啊 你怎么了 为什么要一直问店里的事啊 没事 不打扰你们了 你们聊 你们聊 咱们聊 咱们聊 靳哥哥 你还记得 我们小时候去的那个学堂吗 当然记得啦 是吧 那个时候有一个臭小子 他老是欺负我 嗯 你还记得你是怎么帮我的吗 我是 拿肉串签子扎的他 对 我就是拿肉串签子扎的他 哎呦喂 把那小伙那小订好家 扎着跟爬着 全人眼儿 动动捞面了 什么跟什么呀 你到底记不记得呀 我我我记得我记得我记得 我当时当时是 哎 哎 当时拿了一块大羊 让他选 问他是不是继续欺负露露 还是拿了钱 把他当老佛爷 然后他当小李子 那 那他后来是怎么选的 废话 你爹我的名字叫张元宝 咱们有的就是钱 这种熊光蛋 咱们拿钱砸死他 对对对 我想起来了 我当时就是拿钱砸不得他 不就有钱吗 咱们把这个饭店好好的经营 以后咱们比他没有钱 以后是什么时候呀 小三你能不能有点出息 我怎么没出息了 舒老板我跟你讲 这做人嘛 就要看清自己 人家有钱怎么了 不好吗 不好吗 不对吗 不应该让你学习吗 我学习他 我学他干什么呀 他就是一军官 他跟我能一样吗 他是他 我是我 我们两个人不一样 确实是不一样 他是有钱人 你没有 漂亮 他除了比我有钱 他还有什么 拳 兵拳 漂亮 还有什么 你除了比他穷以外 你什么都没有 有 太漂亮 没了吧 啊 朱老板 你这义愤填膺的 好像不是因为卖饭店吧 是不是因为那个有钱的帅狗狗 小马呀 看他的眼神 不简单呢 算错了 朱老板你好紧张啊 我紧张了吗 不 不可能 我告诉你 我中一群就是枪顶我脑子上 我眼睛都不太长的 你们这个店 只有那个老顾和杨晓三 是送男妹来的喽 对啊 金哥哥 你在那一直晃悠什么呢 咱俩一直还没好好聊天呢 坐呀 好嘞 来 露露 你想起张爷爷了吗 想啊 我可想张爷爷了 张爷爷小时候对我可好了呢 家父现在已经病入膏肓 命不久矣 说得我太难受了 真想见见张爷爷 你会见到的 我这次到奉天 把他老人家也带来了 真的 其实我是打算把它埋在奉天的 埋在奉天 为什么要葬在这儿啊 奉天有一处非常好的阴宅 是百年不遇的太极阴运 太极阴运 家父非要把自己 埋在太极阴运里 说是为了后世造福 不远万里 拖着病体一路而来 也遭罪了 那张爷爷现在在哪儿啊 我好想快点见到他呀 马葫芦应该不知道饱和的事 其他人都有嫌疑 那个新故的厨师 和姓杨的调酒师 需要重点调查 这叔子 大事应了 大帅 那这个店您还买吗 买 一定要买 等我买下来之后 他们谁是谁 我就更清楚了 大帅 咱这回来奉田调查宝盒的事 那日军情报局不知道啊 咱们得快点 要不然被他们知道我们在这儿 就忘了 咱们得赶紧和姓朱的定下来 对 两 两千大阳你都不买 你你你你 你瞅着他说 他在我对面 我在这儿 在你的对面 我 这里 三千大阳行不行 我都说了 不是钱的事 尊严 再加一千 四千行了吧 四千大阳 卖尊严 合适啊 不卖 因为小马喜欢这个地方 我的员工 也需要一个安身之处 再说了 凤天城地皮也不值钱的 要不行的话 你们买别的地方吧 张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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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爷爷我是小马呀 马葫芦 爷爷 露露妹妹 医生说 爷爷小脑萎缩了 已经气不得人了 这怎么才几年不见 爷爷就成这样了呀 金哥哥 医生有没有说 爷爷还有多久啊 没几天了 那要不让爷爷也住这儿吧 最后的日子我陪陪他 好 朱老板 麻烦您给我们的爷爷 开一间上等的客房 莫人哪 给他的爷爷 开一间上等的客房 好 给你们爷爷 开一间上等的客房 是他的 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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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顾 张爷爷早就吃不下去东西了 你说你弄这些干吗呀 我学会点医术 因为我看来 这位老者他的寿命不至于 只剩下这几天呢 是吗 好 反正不管怎么样 把他最后的日子陪好了吧 露露妹妹 我有话和你说 你说呗 这这 对 老顾那你先回避一下 好好好 那你们聊你们聊 好 露露妹妹过来坐 你 那边有个好处吧 我 什么是 你 那边有着 你 要 把你的 我不能在一起 其实我这次来 来了以后我看到你 我就在想 我觉得你是我最爱的女人 我想 我想我离不开你了 这 我希望你 他希望你帮他游说朱老板 让朱老板把店卖掉 钱好商量 他只是想给你们的未来 找个好地方 对 这就是我的意思 小马呀 你可真不让人省心哪 这又要到京城去当歌手 这又来了一个青梅竹马的帅哥 真帅啊 我心碎了 我心碎了 睡啥睡 干啥呢一群呢 这咋还搁这儿喝门酒呢 不 听你说刚才 那小马不让你省心哪 我打搅着是你 才不让人省心呢 四千大洋子 四千哪 这假的瞎眼睛 这瞎都不瞎一下呀 我 我就我就我就 我就万万没有想到我 你说你 你猪一群这辈子还能有这样的估计 我高地得喝两口 配方 少倒点 抠 一群不是我说呀 你说人家 这从小就青梅竹马的是吧 小马决定跟他在一起 我觉得这也很正常 你说你们俩才在一起 出多长时间呢 是吧 你说得对 没毛病 时捧乱世 哪个女人不想找一个好人家的 谁又想漂泊 谁又想漂泊 小马跟那样一个有权有势的人 总比嫁给我强 但是 摆下了我六个孩子 刘 漂亮 不是 你这话你也不能这么说 疫情就这么讲吗 你呀 把这个饭店卖了 你不就有钱了吗 那你还怕啥呀 钱 没有权好事 没有 那么一个人 你说 哪一个女孩都不想嫁给她 我要是骂葫芦 我也会决定嫁给她 我 我 我 你 那你 啥意思啊 卖掉 不是 咱们这个 为了小马的幸福 到时候咱们兄弟俩会满动力 你看怎么样 到时候不准不去啊 你得挺我 你这话说的 我啥时候不挺你啊 追寻你莫良一讲啊 从小到大我什么时候都挺你 而且我是无条件地挺你 你那四川大阳你能分我多人吗 那个 我出去做饭 不是 这 这干啥 这 不是 你别想不开呀 是 那么正好嘛 四千块大阳都归你 走了 那女孩叫杨思瑞 盗门世家的三小姐 这宝盒大成就在她手里头 对上了 怪不得之前来的人 全舌在这里 盗门世家 有两下子 这宝盒在他们手里头 不知道他们会交给日方呢 还是 管他呢 我们先下手围墙 今晚要把四个城门封住 不让日军的特务进来 明早趁其不备 把他们全都抓住 看到杨思瑞 格杀无伦 那这马葫芦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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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来了 别为难了 我都想好了 这个店 我卖 不是 一群哥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 其实说实话 我挺羡慕你那个 青梅做马的哥哥 长得比我帅那么一点点 鸽子又比我高那么一点点 再高一点点 再高一点点 高一点点 够了吧 又是军官 有保障 以后啊 你们两个在方天好好地生活 我也希望你们两个人 你凭什么给我安排未来啊 你还在这儿给我构想上美好生活了 你 你装天使呢 你能当天使吗 又长你这样的天使吗 我是你的天使 但是长什么样 我输了不算 我决定了 以后我就留在这儿继续当个小服务员 赚不赚钱都无所谓 一群哥 这个饭店是你和沈老板的理想 你坚持下去吧 我就说我不能喝酒 这酒一喝多了 我经常是换视换听 刚才你什么都没说吧 那可能是我有处幻觉了 都是假的 幻觉 你别跟我装 你根本就没换听 我没换听 没有 那刚才你说的都是真的 真的 你打我一下 我打你干吗呀 来呀 你打我 朱老板 我 你别不忍心下手 来 你打我 他 没我 我 我是不是下手太重了 不重 是真的 你不懂 我这个叫价值投资 我想让你把这个饭店 开得更好 开得更大 那以后我不是照样有好生活吗 就是 就是你 我 我是这个店的老板娘 你不许反悔 你也不许反悔 不许反悔 你别说是当老板娘了 你就是当老板她娘 我都愿意 你们两个听见了吗 啊 听没听见 认识我是谁吗 我是现在这个饭店的老板 将来也是 她 就是这个饭店的老板娘 都给我记好了记住了 听没听见 来 咱们去那边转一转 干吗呢 这我为什么在这儿跟人说 别过去 别过去 肯定是不可告人的秘密 不会有什么意外吧 小马现在已经全都信了 他正在说服 那个叫猪什么群的人 那您的意思 不管他卖不卖 明早的所有员工 肯定都在这儿 我们还会有意外吗 明早行动高啊 大帅 如果有意外 我们还有枪 大帅 那个马葫芦 就没有怀疑过您 为什么来奉天啊 太极阴运的故事 想必可以骗过所有人吧 太极阴运 就是张伯伯要葬张爷爷的地方 那为什么要骗过所有人呢 什么 你们确定他说的是太极阴运 怪不得老爷子还没死 就打算入土了 这是造孽造孽的事 不这么大个事你痛快点 去去去去 快说 太极阴运其实是个地穴位 在特定的位置 特定的时间将自己的长辈活埋于此 来改变后世的秘术 这种风水艺术极其残忍但非常奏效 我在想那张金是不是想要活埋他的爷爷啊 我的天啊 把他一活埋了 王八图长 是啊还有这种人渣 这是啥事啊 我这一辈子也没碰到过呀 也许这张金啊 后半辈子的荣华护柜 是他节夜的生命换来的也不一定 太过分了 这是个畜生啊 还想来我换店 加钱吧 还能能行吗 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想办法制止 这也太丧尽天良了 世间只有人心恶 万事还须天养人哪 天养人 我倒要看一看 这老天爷开不开眼 一个大雷把他劈死了 张金姐 你说这 咱这事能 能 能成 能 能成功 少说话多做事 要不是你老爸 当年救过我的命 我早就废了你了 你给我机灵点 要是把这件事给耽误了 就由你好看 你看我呀 你总看哪儿呀你 走 跟我进去 这边 去 把姓朱的老板给我找出来 走 是 是 走 报告 没有人 不不不 报告 没没没没 哪儿呢 人在这儿呢 我爷爷房间呢 没有 把我爷爷弄哪儿去了 怎么回事 人都去哪儿了 不可能啊 他们应该不知道我的计划 来人哪 所有人都听着 他们很可能 挟持老爷子藏了起来 以最快的速度 给我找回来 是 快 走 你 带两个人留下 小马 你跑哪儿去了 其他人都去哪儿了 你还是我认识的那个张伯伯吗 回答我呀 你怎么不问张爷爷哪儿去了 是不是你们挟持了我的父亲 还跟我装 我们全都知道了 太极音韵 太极音韵 怎么了 这么残忍的法术 你居然要用到张爷爷身上 你还是人嘛 你说什么呢 快告诉我 其他人去哪里了 我们在这里 张大帅 这才半日不见 你还挺想念我们的 是不是 好啊 你们都自己送上门来了 还差一个 记性还挺好 少一个都看出来了 那我告诉你 那个人哪 已经把你爹 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你想活埋老爷子 门都没有 你说什么 活埋 对呀 太极音韵呀 就是把自己的长辈 活埋到智音的地穴里 来改变后辈的命数 你说这么损的招 你怎么就想到 能用到张爷爷身上呢 我看一下 谁告诉你的 谁告诉你 太极音韵是活埋长辈 老顾啊 是吧 老顾 你说的太极音韵 是活埋长辈 网络小说都是这么写的 听见了吗 网络小说它 什么 网络小说都这么写的 网络小说 老顾 你看啥话 你让我丢大人来 不是齐门艺术 百科全书里头没有啊 网络小说你也信哪 我这一个大举霸子 我问你们 杨小三是不是拿着包裹里的宝贝走了 没有 小三没拿宝贝 小三拿了个饭盒 把你的爹地送到了警局 张伯伯 咱们回头试案吧 别再做日本人的走狗了 也别再做别人的柜子手了 行吗 说 宝盒在哪里 干啥 干啥干啥 你 那边 干啥呀 你敢动我吗你 我哪知道宝盒在哪啊 你把葫芦放开 你需要人质我可以过去 英雄救美啊 我打死你你信吗 我信 就算你打死我 这个美 我也要救 我再告诉你 宝盒不在我们这里 你要是敢碰露露一根头发 我做鬼 我也要把你撕碎 我马葫芦 跟你住一群相识一场 虽然很短暂 但是我不亏 你就是我值得爱的人 真好感动啊 好 今天我就让你们做亡命鸳鸯 来呀 开枪 我 我 我没对 没对对对对对对对不起 别说了 世界有限 我等不了你说完了 我先跟你说 你的力气真大 一个人 居然扳倒了一个军队 你 我 在 大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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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的大帅 你们要不要想活 往前方呀 金柯柯 对不起 三小孩 喝法不错呀 我姿势有点难看 再改进那么一丢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张伯伯 金哥哥 希望你们来世能做好人 我们走了 张大帅 这就挂了 真没用 你完了 那就该我了 我是个穷光蛋 我不是穷光蛋 我是个穷光蛋 谁是个穷光蛋 不怕穷光蛋 不怕穿鞋的 说干就干 千坠百连 转是内阁的书阳雄 说干就干 下干一辣 心真怕生旧人 说干就干 风水轮流转 被拍在沙滩上 那一天 那一天 我没有悲伤 我是个穷光蛋 我是个穷光蛋 苏是个穷光蛋 事态总有言两日 别放心上 人贵总有童言识 别太凄凉 三教九流传长过 情义担当 借口空间一声笑 情义担当 我是个冲光蛋 我不是冲光蛋 我是个冲光蛋 谁是个冲光蛋 我是个冲光蛋 我不是冲光蛋 谁会在冲光蛋 我是个冲光蛋 我不是冲光蛋 谁是个冲光蛋 情义担当 我不是冲光蛋 我也公显 你为文奇